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塔尔达拉的交易 肯定是一笔重要交易 我们要有耐心 在他熟悉四后卫的打法 加图索也知道球员的特点后 这甲骨肯定会成为后卫线上的重要一环 他还讲到库特罗内与孔蒂 他是这么说的 但和一位冠军球员伊瓜印一起比赛时 你总能偷学到一点东西的 何况库特罗内是如此一位好强又十分好学的好球员 他知道从别人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罗马的比赛就是一个例子 这一年是他能力提升重要的一年 孔蒂 我知道他很想付出 他也有希望很快回归 他以下回归可能对球队的走势 是有决定性因素的 对多纳鲁马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个球员的表现 不仅仅是受技术的影响 去年夏天他过得很不好 这种场外因素肯定对他的表现有所影响 当然在采访中也受不了谈论米兰的主帅 他说米兰夺冠 足球不仅仅是场上十一个人与教练的事 如果一些条件达到了 我相信加图所能带领球队完成任务 他也谈到了自己怎么离开米兰的 我对我的合同没有做很多的计算 只要基本能符合我的想法就行了 但是李哥给我的合同几乎是一种敲诈勒索 他们也不想留下去了不得老陈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领谋职业 至少要能支付我的工资 现在回来和莱王与马尔蒂尼一起 你应该先问问米兰现在的技术总监 我想念我的工作 我需要能贯彻我想法的球队 我八月份与的劳伦第四又过会面 他想打造一个优秀南方的情绪基地 但是他现在中心还在一线队 等他有时间了 我们这个项目将继续